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虽然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已经圆满收官 但其相关的热度和话题讨论却始终如火如荼 特别是主演杨子和肖战 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部作品中 肖战所饰演的顾薇一角备受瞩目 热度极高 再次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这部剧在热播期间 其播放量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 肖战的粉丝数量也在稳步增加 直到大结局之日 粉丝数已接近增加了50余万 这一现象足以表明 顾薇这一角色不仅深入观众内心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同时也让肖战本人收获了无数的肯定与赞誉 为什么顾薇这个角色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呢 余生这部剧历经三年的漫长等待 终于得以与观众见面 期间还曾遭遇撤挡的波折 然而 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有未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薇一角 成为了他演艺生涯中一个极具突破性的转折点 这个角色与他在古装剧中的形象截然不同 观众们更加期待通过这一角色 看到他在演技上的更多变化和成长 肖战成功地满足了观众的期待 其演艺堪称出色 尽管这部剧在热播初期遭遇了口碑上的分歧 但这并未减弱观众对顾薇这一角色的喜爱 顾薇这个角色不仅在形象上展现了肖战的独特魅力 更在气质上凸显了他的个人特色 这足以证明肖战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入角色之中 以真挚的情感与观众产生共鸣 迄今为止 肖战已成功获得了四家知名品牌的商业代言资格 这些品牌都是行业内具有高端定位和雄厚实力的佼佼者 虽然之前有声音质疑肖战今年的代言数量相比以往有所减少 从而推测其人气和商业价值可能下滑 但事实上他的商业价值并未受到丝毫影响 实际上 肖战的两部作品王牌部队和余生 请多指教一经播出 他的个人影响力便再次显著增强 赢得了更多粉丝的用户和赞誉之声 此外 从他所代言的品牌所展现出的效应来看 肖战的商业价值也在稳步提升 这一点得到了大量数据的有力支撑 谈到商务代言方面 近期有多家品牌与肖战成功续约 包括先前有过愉快合作经历的开小灶 石头科技以及欧扎克等品牌 为何这些知名品牌会选择再次与肖战携手共进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基于信任 肖战与合作的品牌之间 并非单方面的索取 而是双方共同成长 彼此鼓励的共赢模式 这种合作关系既融洽又得体 有着恰到好处的尺度 正是这样的良好氛围 使得与老朋友再度携手时 能够进一步增强信任感 为品牌的发展带来更为可观的效益 影视作品的领域里 肖战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 都赢得了观众们的广泛认可 并且收获了与之合作演员的极高赞誉 举例来说 在于生这部剧中 扮演林之孝的杨子在接受采访时 对肖战赞不绝口 同时扮演李女士的郝文婷和扮演高熙的马于杰等演员 也都对肖战表示了由衷的欣赏 目前肖战以凭借出色的实力 走出了一条独具一格的道路 他始终明确自己的方向 并持续不断地为之付出努力与坚持 为他的粉丝们传递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既故意也合顾为这两个角色的成功塑造之后 观众们也热切地期待着在玉谷窑中看到大神观石影的精彩表现 相信不久之后 这个角色就会与我们见面 让我们一同保持期待 相信他的未来必定充满了无限可能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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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